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19年12月6日,星期五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我今天的第一个视频呢,传上来的有点晚 为什么说晚呢?我刚才早上起来以后呢,一直在花时间就看法国的视频 有很多中国的网友呢,就说看这个视频引起来极度的舒适感啊 就是他们那个画面里面呢,如果你不看他旁边的那些个建筑物的风格 你不看他们的里面的个别人能够看出来的那个人种 你就会以为这是香港 因为呢,从昨天开始,星期四的时候开始 以及今天,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 法国呢,现在他们已经睡觉了 他跟我这儿之间是有时差的,他们已经睡觉了 那这两天呢,他们进行了一个全国范围当中的上街游行示威 那他这个游行示威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些个暴力的场景 他们现在也不一样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开始呢 他们法国发起来的那个黄马甲的运动 他们是穿着黄马甲的 现在他们不一样了 现在呢,他们跟香港那些暴徒学 全就穿着那个黑色的衣服 他这里面呢,分和平游行示威的部分 也有打杂烧的部分 那些和平游行示威的里面呢,有穿着不同颜色衣服的 但是呢,那些打杂的人呢,都学香港 穿黑衣服,成为黑色的暴徒 但是呢,看法国的这个呢,就得仔细的分辨 是警察还是暴徒 因为这个法国的警察也是穿黑衣服的 所以呢,你就得仔细的分辨 才能知道哪些是警察 就不像香港的那个,香港就好分辨 香港的警察是穿那个绿色的衣服的 然后暴徒是穿黑色的衣服的 很好分辨 但是呢,法国的这个 现在他们暴徒也不穿黄马甲了 穿黑色的衣服 那警察呢,也没有改变他们衣服的颜色 他们还是穿黑色的衣服 所以呢,就需要仔细的分辨 我刚才呢,看了他们那个 很长好几个小时一个视频 就是那种直播 看的呢,反正极度的舒适 有,真的是有啊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就是西方的这些媒体 还有西方的那些政客的 就对香港的这个游行示威 就对香港的这个暴徒啊 极度的进行赞美和鼓励 确实是让我们中国人心里面很不爽 很生气 那现在看到呢,轮到你们了 你们的警察疲于应对那些暴徒 心里面感觉有点爽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呢,你要是仔细想一想的话 其实也不应该 你像他们这些暴徒呢 他们就是来对抗马克龙政府的 有的网友如果是关注了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马克龙 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 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的一个总统 他还是比较有主见 有勇气 我还是觉得呢 还蛮佩服他的这个主见和勇气的 因为呢,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他的这种横行霸道 不光我们中国深受其害 其实其他的国家 欧洲的那些国家也深受其害 尤其是法国 我前几天呢 给大家介绍了 法国的阿尔斯通的高管 写的那本书 叫《美国陷阱》 他那里面在引言里面 他就说了 说美国呢 依仗着他的霸权地位 他对全世界进行罚款 让他进行罚款的公司呢 达26个之多 其中法国就占了5个 法国是深受其害的 阿尔斯通呢 作为法国的一个 很引以为傲的 就好像中国的华为一样的 这个公司 愣生生的 就让美国给吃掉了 美国要吃你这个公司 我想要你这个公司 我要收购你的公司 你不从 我就各种方式的打压你 我罚你的款 我抓你的高管 我判你的高管 我关着你的高管 到最后 阿尔斯通就就范了呀 所以呢 他这个高管就站出来 写这么一本书 告诉世界 来揭露美国的这个 丑恶嘴脸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美国呢 在这个世界上 他横行霸道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打压所有的国家 但是没有人敢起来反抗 唯一起来反抗的 我就认为就是马克龙 马克龙呢 在今年早些时候 对美国的这些个数码公司 征收了数码税 这是对美国的一个挑战 美国就勃然大怒 对法国呢 展开了301调查 就跟对中国展开301调查 是一样的 他对中国展开301调查之后呢 到最后发现说 华为的这个5G 就发现说呢 华为是伤害他们美国利益的 所以对华为采取了 一步比一步更深更广的一些制裁 现在呢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要推出一个 最后一个疯狂的一招 就是不允许华为 在这个世界范围当中 做生意的话呢 用他的美元 可是现在在这世界上呢 美元呢 是一个通用的货币啊 国际上的结算就是用美元啊 而且用美元呢 并不是说你美国 就赢得了这个地位 而是大家一个共同的决定 来用你美元 作为一个国际结算的货币 现在美国就利用这个 来卡所有人的脖子 竟然要用这种手段 来打死华为 这简直就是一个流氓的行为 美国呢 在这个世界上 就这么横行霸道 没有人敢出来 公开的跟他叫板 然后美国呢 就对法国也进行了301调查 那前几天 他的301调查呢 就结束了 宣布说 法国对美国征收的这个数码税呢 也侵害他们的国家利益 要对法国进行制裁 这个制裁呢 比制裁中国还更狠 就是对法国的拳头产品 第一就是法国的这个红酒 第二呢 就是法国的奶酪 第三呢 就是法国的那些奢侈品 名牌包包 这些拳头产品 加征关税 而且并不是说 加征10% 20% 30% 一下子就是100%的关税 而是非常狠的 但是马克龙呢 并没有被他吓住 马克龙为什么我觉得呢 应该赞赏他 应该赞赏他 这种勇气 这个世界上呢 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的 很多人都会明哲保身 就好像习主席 在接见林郑月娥 那个团队的时候 跟他们所说的那三句话 大家还记得 习主席所说的那三句话吗 这三句话呢 是这样的 一片担心未报国 为官必获 平生耻 第三句是 上下同欲者胜 这是他送给香港的 这个林郑月娥 团队的这三句话 其中呢 我就想说 他的第二句 为官必获 平生耻 这马克龙呢 他也完全可以说 哎呀 我在台上的时候呢 我就明哲保身 我安安全权的呢 度过我这个任期 一个政客 也可以这样啊 但是他没有 他就勇敢的 就出来挑战川普 就在前两天 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时候 在英国所召开的 他们北约的那个峰会上 马克龙呢 就公开和川普针锋相对 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 我就敢公开的呛你 我就敢公开的怼你 给这个川普呢 非常的不留面子 而且他们两个当时 那个对话呢 从态度上 两个人呢 就很认真的 很生气的 这个川普 在北约的峰会上呢 他提前回美国了 一共就两天的 这个峰会 他在星期三的下午呢 他提前就回美国了 其中的原因之一 就是这个马克龙公开呛他 然后第二呢 就是加拿大的总理 在背后议论他 羞辱他 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挺为 加拿大这个总理 点赞的 加拿大总理 这个小土豆呢 一直以来 你就感觉他好像 就是一个那种呢 没有勇气 没有脾气 一个乖宝宝的感觉 但是呢 他这一次 在北约这个峰会上 在这种 大家在一起 闲聊的时候 他能够敢于说话 我觉得也蛮有勇气的 虽然说 好多人都批评他说 不应该这么背后议论人 但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川普就在之前 他还在媒体公开的批评 这个加拿大总理呢 他以前呢 那个原词 我现在有点忘了 以前就说他 什么安静啊 然后很弱呀 很弱 不是软弱 是弱 还有一个词 我就忘了 他用了一个什么词 反正呢 对这个小土豆的评价呢 是很具有羞辱性的 都把加拿大总理 都羞辱成这样了 说那个小土豆背后 对他也那个 就只不过就是说了 说那个马克龙 为什么迟到了呀 因为那个川普 搞那个记者会 拉着他搞那个记者会 啰啰啰嗦的 搞那么四十多分钟 对吧 这也是实情啊 也不算什么呀 我就觉得不算什么 然后还议论他说 美国呢 下一次的七国峰会的时候呢 要在戴维营举办 然后就说 他们的团队都惊了 都惊掉了下巴 这也是事实啊 就是这个北约峰会的时候呢 川普啊 在这个峰会上 受到了羞辱 主要来自于这两方面 一个小土豆这个背后 对他议论的 这种不懈的态度 另外就是 马克龙公开叫板他 所以说我觉得 马克龙呢 是很值得称赞的 然后我们再说 就是法国他这一次 为什么爆发了 从昨天到今天 连续的这种街头抗议 连续的这个打杂和烧 他们在街上点火 我看到他们还在一个建筑物 就往里扔 扔那个砖头啊 石块啊什么的东西 然后在建筑物上也又着火 然后把有的建筑物呢 也点着了 我看法国的这视频的时候呢 就不如看香港的 我有时候我就说啊 我就表扬这个 黎智英的媒体叫苹果 虽然说苹果 他们的立场有问题 他们呢 因为立场的问题呢 他们是偏向于那暴徒 对暴徒不利的那些 那个镜头呢 他有所回避 对警察不利的镜头呢 他就大肆报道 他有这种现象 但是呢 我不得不说 这个苹果这个媒体 他的专业性 我为什么喜欢他 看他的媒体呢 就是他在不同的地方 都安排有前线记者 他会在这个导播室里面 用画中画的方式 让你看到各个地方都有 而且他会给你标出来 他的信息也很好 他会给你标出来说 哎 几点到几点 在什么地方 这个记者是谁 而且他给你标出来 因为那记者 他会 有时候会解说 有时候会放出来 当地的一些个声音 比如说那些人跟他喊呢 或者警察跟他喊呢 对吧 你不可能所有的声音都放出来 只能放一个地方的声音 你哪怕放两个 我们就听不清楚了 他就放一个 但是他就标出来 他放哪一个 他就在哪上面呢 就弄一个 麦克风打开的 那么一个标志 就非常清楚 但是法国也就不行 法国的这个 还是Global News 也是一个大媒体 做的这个现场的报道 但是他就不清楚 是什么地方 几点 他没有画中画 从画面上你能看出来 从地标上能看出来 是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他就没有标出来 这是哪 那是哪 你还别说 我没有去过法国了 你就是你在法国生活的 你也不见得 你从街景一下 就知道这是哪 还有呢 这视频呢 我就看出来 一个什么问题呢 欧洲的网速 不如香港 香港做直播的时候 一点都不卡 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清楚 但是你看欧洲的这个 我刚才说的是香港 然后你看欧洲的这个吧 就特别卡 上面见识马赛克 就是不流畅啊 很卡 就可见他那个网速不行 他做直播那个网速不行 而且他的记者的设备也不行 你看人家香港的那些个 不光是苹果 就其他的也一样 人家那些记者 他拍的呢 那画面都非常好 但是呢 这个Global News的这个画面呢 就跟个业余的似的 有的时候我拿着一个 自拍杆要出去的话 我一开始哈 以前那会儿 我拿自拍杆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你走路的时候 颠量颠量的 但是后来我还买了 至于那个稳定器 就好很多 这Global News的记者 然后都没有个稳定器啊 他也一走呢 就颠量颠量的那样的 还有说过来 就是法国呢 他为什么 这两天要进行这种 就是法国为什么这两天 发生这样的骚乱 或者暴乱 是因为马克龙呢 要做一个改革 马克龙上台以后呢 他做好多改革 这个黄马甲运动呢 就是他要提高燃油税的时候 引起来了这个公众的不满 然后就发起来了 这个黄马甲的运动 但是因为这个黄马甲的运动呢 后来就是变成了 其他的一些诉求了 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乱打乱砸乱烧 然后又都没有固定的诉求 都不知道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就跟他打砸烧 那这一次呢 他们就是因为 马克龙要进行 退休金制度的一个改革 马克龙就认为呢 他们现在法国的退休金 它是分不同的板块的 比如教师的退休金呢 警察的退休金呢 一些其他方面吧 各个方面呢 就是公共服务方面 就有好多不同的退休金 然后呢 在私企领域的 也有好多的这个退休金 他就想改革这个制度 把所有的退休金呢 都搁到一个系统里面 然后他们就不同意了 他们就很担心 很担心说 你这样改完了以后呢 会推迟 我们会呢 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 然后拿的退休金更少 所以他们现在就反对 就罢工 罢工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啊 他们罢工已经好几个月了 然后政府呢 跟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对话 因为这个对话呢 又没公开 所以呢 使得这个民众 更加增加了他们的担忧 再加上这个工会的鼓动 工会不断的就煽动他们 工会就是跟政府之间进行谈判 然后他谈判的时候 如果他们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然后他们就鼓动民众 让民众就出来 采取一些那个罢工 扩大这个罢工的范围 比如说县市呢 一部分这个交通工具 就是他们那个交通系统呢 也是公众部分的 也是国营的 那是呢 就是先一部分罢工 让一部分的地方呢 让他交通不通 如果需要的话呢 再加大这个范围 现在就是在法国呢 基本上大城市里面 在巴黎 巴黎呢 这两天 他的交通就完全瘫痪 包括他地铁啊 就是地下的地上的 就完全瘫痪了 昨天呢 有一些市民 还表示能理解一点 就克服克服吧 有些人就克服克服 说腿着吧 就走走也不错呀 但是呢 今天就第二天了 那有一些市民 就觉得有点不满了 说你一天可以 然后你两天你这样 你打算到什么时候啊 而且他们的这个呢 并不给期限的 他们宣称说 他们这个罢工是没有期限的 都好几个月了 然后呢 这个街头的示威 这个也没有期限 现在他们说 下周还会继续 今天是星期五嘛 星期四 星期五已经两天了 星期六 星期天不会停 然后下一周 现在说下一周 很有可能 还有一周 说下周之后会不会 现在也不一定 就看这个马克龙政府 是不是退步了 但是马克龙政府呢 现在没有退步 马克龙就认为呢 法国现在现行着 这个退休金的体系呢 不科学啊 不完善 还浪费 所以呢 他一定要做改革的 现在他就跟公众呢 保证说退休年龄 不会推迟 现在法国的退休年龄 是62岁 62岁很不错了 加拿大是65岁啊 男女都一样啊 加拿大要到65岁 你才可以拿退休金的 之前你是不行的 你可以不工作 对吧 不工作和退休 是两码事啊 所说的退休 就是你达到退休年龄 加拿大65岁 你才能拿退休金 你拿退休金的那年龄 才算你退休 说你不工作 那是你自己的事 加拿大65岁 政府呢 已经好几年了 在研究这个问题 因为退休金 现在不够用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啊 退休金不够用 要推迟到67岁 甚至68岁 但是现在这个政策 还没有出台 法国呢 是62岁 比加拿大现在 要早三年 但是跟中国不能比 中国 中国50岁就可以退休 中国人真的是 其实很幸福的 因为华为这251这事呢 我这两天 把中国的劳动法 和中国的劳动合同法 我还研究了一下 哎呦 我又发现 中国的劳动法 和劳动合同法 真好啊 这是法律啊 法律给你绝对的保障 特别好 这个西方 任何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 都没有这样的劳动法 对职工特别好 就是柳红元 他现在有争议的这个 他管华为要的钱 那个N加1 就是那个劳动合同法 里面规定的 在中国 你离开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 他是法律规定的 他要给你补偿 N个月的这个工资 如果他是提前一个月 让你走的话 如果你不是提前一个月的话 他要给你补偿N加1 N加1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没有提前一个月告诉我 然后你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也行 对吧 这不是一样的吗 对吧 提前一个月 就是说 你跟那工作了一个月 然后呢 多工作一个月 然后你有报酬 对不对 说我现在就让你走 你不工作了 你回家 但是我这一个月的报酬 还给你多好的事呢 对吧 就是N加1 你在这公司 你工作一年 然后你离开的话呢 你就多得一个月的工资 或者两个月的工资 看什么时候你离开了 如果说你是八年 那你就得八个月的工资 多得八个月的工资 或者九个月的工资 看什么时候你离开了 你猜什么呢 在西方 没这事 根本没这事 你在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 都换了好几份工作了 我老公在加拿大 也换了好几份工作了 从来没有过补偿啊 一分钱都没有 还N加1 2N 没有的事 一分都没有 这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呀 人往往是呢 生在福中不知福 其实你在这个世界上 在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不好的地方 法国这个退休金计划的改革 有的时候呢 这一个群众运动 就是有人在里面鼓动 和带风向 有的人就说 马克龙就是为了 他的政治 为了他的政权 他是为了 他是总统的位置 他是为了 他这个党 反正就鼓动这些吧 包括华为这个也是啊 那小子都得了 那么多钱吧 有人就在鼓动 你就会是下一个 李洪源 哇 李洪源都得了多少钱 谁不想成为 下一个李洪源的 我的天哪 我都想成为 下一个李洪源 但是你能成为 下一个李洪源吗 按照劳动合同法 你就得一个 N个月的补偿 或者是顶多 N加一个月的补偿 那个2N 可不是法律保障的啊 那是这个公司自愿给你的 但是公司 为什么要给你一个2N呢 对吧 那李洪源 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呢 现在这个 很多人都打问号 我也打一个问号 就仅仅是他拿了这么多钱 我就很怀疑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他是抓着华为的把柄的 因为抓着他那么把柄 才得到的这些钱 这叫什么 这叫要挟 这叫敲诈勒索 甭管的是 明的有着语言 或者没着语言 他都很有可能 是一个敲诈勒索 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这件事 很有可能 到最后呢 是一无一时的 华为也好 李洪源也好 这事能说的清清楚楚 华为现在也讳莫如深 因为他本身 他也有一定的问题 好 我这个视频呢 不说这个华为这事 我就是说 就是民众呢 很容易被煽动起来 然后呢 法国现在 就是满街的黑衣人 然后就跟着打 砸 还有烧 这是与西方的这些政客 来美化香港的暴徒 美化香港的暴力 有关系的 现在呢 法国等于说就是自食其果 法国也是西方嘛 对吧 他自食其果 像这样的暴力 我相信还会蔓延 因为他们美化这个嘛 对这些人是一个鼓励 就是我有诉求 我就可以用暴力的形式 来获得 我就可以用暴力的形式 来表达我的诉求 而得到满足 让他们就误认为 这是一个合理的 合法的公正的一个途径 那我为什么不用啊 谁没有诉求啊 尤其是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反正 他就是 你不是这个党上台 就是那个党上台 谁得了多数票 谁就上台 任何一个党上台 B有很多人来反对 那你A上台 然后B那边的就反对 那用打砸抢烧的这种方式来表达 完了以后把你推下去 好 B上台 B上台 A反对 然后又用打砸抢烧的方式来表达 然后把你推下去 这是西方这种民主制度的必然 是必然的 中国这种制度 不是必然能造成这种结果 但是西方的这种制度 必然造成这个结果 我们就走着瞧吧 我就看法国的那个视频里面 有留言的啊 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人呢 就像 我看到有啊 像有那个叫什么丹麦 或者其他的国家 就说 哎呀 我们那也应该 我们也应该这样上街 还有美国呢 美国呢 那边也说 说他们呢 对这个移民制度 也是不满的 他们觉得移民来了以后 抢了我们的饭碗 抢了我们的钱 他们认为 尤其是从南边过来的那些 非法的移民 现在川普 他是打击那些非法移民的 他要修墙 把他们挡在外面 那假如说 民主党上台之后 川普会不会煽动那些 会不会煽动那些人 让那些人反对着民主党 不一定川普了 川普下台以后 他如果安全下台的话 我估计 他会不管这些事了 如果他不安全下台的话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就是共和党那边 他也可以 就是煽动那些人 上街打砸抢烧 反对民主党 美国也是有社会矛盾的 就看他们什么时候爆发了 迟早会爆发的 走着瞧吧 就美国美化暴力 他们所搬起来的这块石头 迟早要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 马克龙上一次 他到北京的时候 去之前 中国政府就提醒他说 你这回来 不要谈香港问题 但是去之前 马克龙就跟媒体说 我去了要谈香港问题的 然后他到中国 以后呢 回去跟媒体又说 我去了以后 跟习近平谈了香港问题 我表达了 你们应该谈 应该跟那些示威者 应该跟他们谈 应该跟反对派谈 你知道吗 好 你马克龙你谈吗 你谈了好几个月 现在 越野越烈 已经两天暴力了 明天会继续 后天会继续 也说下个礼拜都会继续 我看马克龙怎么谈 好 这个视频就跟你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